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1年3月1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新闻首先来关心疫苗注射的消息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为了方便民众 就近而且快速来施打疫苗 持续协调医疗院所 明天3月2号到3月6号 加开了第八波的疫苗快打站 而这次施打的疫苗种类 是第一剂到第三剂的莫德纳 以其高端疫苗为主 免预约随到随打 请符合资格的宪明 要尽速来接种提升个人的免疫力 卫生局表示 第八波疫苗快打站 分别是苏澳镇社会福利大楼 罗农镇农会 罗农南郝社区 宜兰慈济 以及新岳广场加热福等五处 提供莫德纳以及高端疫苗 裁免预约谁到谁打 请符合资格的宪明 尽速接种疫苗 目前宜兰第一剂的含概率 已经到了80.5% 第二剂75.4% 第三剂已经来到了42.5% 这边也是再次赋予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只要你符合资格 然后期间已经符合到12周的话 请尽快去接种疫苗 然后为了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能够更究竟更方便便利的 能够接种到我们的疫苗 我们设置了第八波的快打站 在第八波的快打站主要还是在宜兰的慈激站 另外还有宜兰的加热福店 然后在罗东的部分有罗东农会 罗东南豪社区 另外在苏澳的社福大楼 我们也开设了一个快打站 再请我们乡亲好朋友能够尽量踊跃去接种 另外配合中央政策打疫苗送礼券活动 延长到3月31日 请18岁以上未施打第一剂或第二剂的民众 把握时间前往施打疫苗 鼓励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尽快出来接种 针对第一二剂还没施打的乡亲好朋友 只要你在三月底以前 接种我们的第一第二剂疫苗的话 我们还是会提供200块的超商礼券 所以请大家能够尽量踊跃出来接种 虽然从今天起从事户外运动等行为 可以不必佩戴口罩 但是卫生局仍提醒乡亲 要确实遵守各项防疫规定 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宜人新闻记者 LINE福星采访报道